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是我扫进去的 那扫进去之后一开始它的色彩模式我是使用RGB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做网点效果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模式去改成灰阶 这样子等一下才能够去做不会有彩色的网点 所以我这边先改成灰阶 然后把色彩资讯先去放弃 那第一步我们要在上网点之前 我必须要把线跟底色分离 不然你上的色会压在这个线稿上面 那这样子就不好看了 我希望线稿是一直维持在最上面的 所以呢 当我去把它转换成灰阶之后呢 我在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色板 我们从色板这边呢我们可以去做到色彩分离 那一开始的话我会先把这个灰色的色板呢 先去复制一层出来 因为我希望做色彩分离 而且我会希望我这个墨线的黑色它可以更深 所以我要去拷贝出个色板呢先来做调整 所以我拷贝出来之后呢 我就到影像这边有调整的色接来做调整 然后我希望它白的部分更白 但是黑的部分也更黑 像这样子 这样子墨线稿才会比较清楚 比较锐利 然后譬如说我大概把它调整到箱子 这样蛮黑的 你要是再调更过去 你会发现它边边会不好看 所以你就大概稍微做一下调整 让它整体有比较黑就好 然后我就按确定 按好确定之后呢 你在色板里面呢白色是要选的 黑色是不要选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色板呢 按这个按钮去把它转换成群曲范围 那它会把白色部分选起来 对不对 好 那因为我希望背景跟前面的这个色调是分离 所以我这边呢 我会去用编辑 我会去用选曲 这边有个反转 去把它改选成黑色的部分 然后我只要到图层这边呢 我再去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我把这个图层去上黑色就好 那因为我现在我的底色是黑色 所以我按着Ctrl加Delete去上黑色 好 我现在取消选曲我把背景先关起来 你就知道这样子的它的线跟底 就已经分离了 那因为我等下要上色 所以我底色透明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看啦 所以呢 我就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个图层放在下面 然后我把它呢 去用白色上白色 我刚刚按这个去恢复预设止 那我希望去上底色白色 上到这边 所以我按Ctrl加Delete去上白色 那这样子你就取得一个线稿 然后跟底色是分开的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要来替它上网点 那上网点的话是上灰阶 所以这边会建议同学 你可以再去新增一个图层 那当你上网点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分好几层上 如果你今天希望每一层 它的网点的大小 什么都不一样 你可以分好几层上 那我现在暂时先用第一层上 假设我今天希望这个杯子 里面有酒的感觉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去利用多边型套索工具呢 先去把杯子的范围 就是把饮料的范围 先把它选起来 如果同学你习惯用笔型工具 去选的漂亮点 OK 那我这边示范的话 我就先用套索工具去选就好 譬如说我把这个杯子的范围 选起来 我把这个酒的范围 选起来之后呢 我就去三层灰阶 所以我就到这边呢 我去选某个程度的灰阶 然后我按确定 然后我按ALT加DIT去把它上上去 如果同学你今天希望每一层的网点都是分开设的话 你就在这边去分多个图层 那我现在先弄第一层 然后呢 我就到这边去使用濾镜 使用濾镜 这边有个东西叫像素 像色有个东西叫做彩色网屏 那因为它只有一层设板 所以其实你只要设第一层就好 那你可以去设定它的最大强度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它很细致的话 你可以把最大强度去设最小 但它最小至少要有四像素 你要是今天设的更小 比如说3 它会跟你说不行 它会跟你说不行 所以你至少要设到4 然后你按确定 那这边这边就会变网点 那如果说我现在要再去新增别的网点的话呢 我就再去新增图层 再去新增图层 然后呢 我这边一样就用多边形套索呢 直接去选 比如说假设我希望这个柠檬的外缘 假设我今天希望这个里面好了 去填个颜色 我就把这柠檬片选起来 那比如说假设你希望它的颜色是可以再更浅一点 我就选更浅 按确定 然后一样按alt加delete 然后这样去把它上色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都是浅色 所以我可能就跟它一样去维持它最小的颗粒 就到滤镜这边的像素 然后用彩色网屏 一样是用最小 好 然后按确定 那就会发现它的点就会比较小 会比较小 好 那今天假设我希望背做它的那个颗粒的点比较大 好 没关系 我就再新增一个图层 一样用多边形套索 一样再去选择它的底下 好 先把范围选起来 然后去选择你要上的灰阶 那因为这边呢 我希望它可以上的稍微深一点 所以我这边的灰阶 我就可以选的稍微深一点 然后按LT 这样Delete 好 那因为我现在希望呢 这边的灰阶呢 不要跟这边一样颗粒那么小 所以我这边就去使用滤镜 里面的像素 彩色网屏 我这次我把它的最大强度改的稍微大一点 譬如说是7 按确定 好 你就会发现它的颗粒的点 基本上就会比较大颗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替你的图片去上网屏效果 那这个网屏效果全部都在Photoshop里面做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上你的 你自己做网点 但是那样就不是用网屏效果 那这边的示范就到这边